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逼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黑暗中的对话和潜艇危机与红色电话线 二、太空的骑手月球登陆背后的权力游戏 三、铁幕的裂缝波兰团结工会的抗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黑暗中的对话和潜艇危机与红色电话线 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以及偶然走进这个讲座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心跳加速 全球紧张度飙盛的话题 核潜艇危机与红色电话线 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在看一部悬疑大片 只不过这里的主角们不是汤姆、克鲁斯或者詹姆斯、邦德 而是真实的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核潜艇指挥官 首先,我们得回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次较量 简直可以说是悬崖边上的华尔兹 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 这让美国的领导人肯尼迪总统感到非常不爽 因为这些导弹的射程覆盖了美国大部分地区 于是,美国对古巴实施了海上封锁 这个动作就像是在对苏联说 嘿,你们的这个小动作我们可不买账 在这个紧张的背景下 苏联的核潜艇成了一个关键的棋子 想象一下,这些潜艇悄无声息地在深海中游异 它们的导弹能在几分钟内抵达敌方领土 这不仅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量 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 因为如果有人按下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红色按钮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在这里讨论的是和冬天的生存技巧了 好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一个转折点 那就是红色电话线的建立 这条热线并不是真的电话线 也不是红色的 它其实是一套直接连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紧急通信系统 这样,两国领导人就可以在危机时刻直接对话 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 那样可能会耗时太久 或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 红色电话线的建立 可以说是冷战期间的一次通信革命 它让两个拥有足够火力 毁灭整个地球的国家的领导人 能够在危机时刻迅速沟通 避免误解和误判 这条线路首次使用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 尽管它并没有直接阻止任何战争 但它确实降低了因沟通不畅而导致的核战争风险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两个国家领导人在电视上互相瞪眼时 不妨想象一下 他们可能正通过一条看不见的红色电话线在后台聊天 说不定正在讨论晚餐吃什么 或者是交换他们的宠物照片 当然了,这只是幽默一下 实际上他们更可能在讨论如何避免将我们的美好星球变成一颗烤焦的合伙球 这就是黑暗中的对话 一种在核潜艇的阴影下 通过红色电话线进行的紧张而又至关重要的沟通方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沟通和对话也是避免灾难的一线光明 好了,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要做梦梦到核潜艇 晚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太空的骑手月球登陆背后的权力游戏 当然,太空探索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惊险与奇迹 但在这些宏伟的太空船和壮丽的星际旅行背后 其实是一盘大国间的复杂棋局 而月球登陆无疑是这场棋局中的一颗耀眼的棋子 想象一下是20世纪60年代 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像两位顽固的老棋手 围坐在一个巨大的星际棋盘前互相较劲 他们的棋子不是普通的木头或石头 而是由钢铁 火箭燃料和勇敢的宇航员组成的太空船 苏联率先下了一部惊人的棋 用他们的棋子斯普特尼克卫星 在1957年成功进入地球轨道 这一步让美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接着 他们又用有理 加加林这颗棋子在1961年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这时 美国的棋手 总统约翰F肯尼迪 决定要下一步大胆地棋 那就是我们要在这十年结束前 把人类送上月球 并安全带回来 这不仅仅是一场太空竞赛 更是意识形态 科技实力和国家威望的较量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就像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棋局 每一次发射都是一部精心布局的棋 而阿波罗11号任务 就是这场棋局的高潮 1969年7月20日 尼尔 阿姆斯特朗和巴兹 奥尔德林成为了第一对踏上月球表面的人类 这一步棋让全世界都惊待了 这个小步 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 也是美国在这场太空权力游戏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它不仅展示了美国的科技实力 也成为了冷战期间心理战的一部分 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 在这个星际棋盘上 美国是领先的棋手 当然 这场棋局并没有因为阿波罗11号的成功而结束 太空竞赛继续进行 双方都在寻找新的突破点 但月球登陆这一步棋 无疑是最具戏剧性 最能够激起人们想象的一步 如今 我们回望那个时代 不仅会对那些太空棋手们的胆识 和远见抱以敬意 他们在太空的棋盘上下的每一步棋 都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而我们作为后来的观众 既能享受那段历史的激动人心 也能从中汲取智慧 为我们自己的棋局 无论是太空探索还是其他领域的挑战 制定更加明智的策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铁木的裂缝 波兰团结工会的抗争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话题 铁木的裂缝 波兰团结工会的抗争 这个话题我得说比波兰香肠还要引人入胜 因为它不仅改变了一块香肠的命运 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 首先 我们得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波兰 那时候 波兰像是被安排在苏联大哥的后院 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 但是 这个家庭并不和睦 因为大家庭的规矩太多 而且经济管理的像是有一群 只会打扑克的人在搞计划经济 结果物资短缺 通货膨胀 老百姓的钱包 比莫扎特的交响乐还要悲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波兰的工人们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他们想要更好的工作条件 更高的工资 以及更多的政治自由 于是 1980年 一个名叫团结工会 Solidarnosk的独立工会 在电气工程师来和瓦文萨的领导下成立了 这个工会 各位 它可不同于你们学校的学生会 它可是真正的大事 它是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下第一个非官方的独立工会 团结工会的成立 就像是在铁幕上划了一道口子 让西方的自由之风吹了进来 工人们开始罢工 要求改革 而且他们的行动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国家 波兰政府面对这种情况 就像是一个试图在沙滩上建城堡的孩子 一波浪过来 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 但是 波兰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 1981年 他们实施了戒严 把瓦文萨和其他团结工会的领导人 都关进了监狱 这就像是在铁幕上又贴了一层胶带 试图修补那个裂缝 然而 这个胶带的粘性并不强 因为团结工会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了波兰人民心中的一股 不可阻挡的力量 经过几年的地下活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 团结工会最终在1989年合法化 并在那年的部分自由选举中 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不仅是波兰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冷战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 各位 这个裂缝最终导致了铁幕的崩塌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纷纷倒台 以及冷战的结束 所以 下次当你们享受自由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那些勇敢的波兰工人们 他们用团结的力量 不仅撬动了一个国家 还撬动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铁幕的裂缝 波兰团结工会的抗争 一个关于勇气、坚持和团结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坚硬的铁幕 也抵挡不住人民追求自由的渴望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个历史故事 核潜艇危机与红色电话线 太空的骑手 月球登陆背后的权力游戏 以及铁幕的裂缝 波兰团结工会的抗争 这些故事看似各不相干 但它们都展示了 人类在面临挑战时的勇气 智慧和团结的力量 在核潜艇危机中 我们看到了在最黑暗的时刻 通过红色电话线进行的紧张 而至关重要的对话 这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紧张、最紧要的时刻 沟通和对话也是避免灾难的关键 在太空的骑手中 我们看到了太空探索背后的权力游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通过智慧、勇气和人见 我们可以为人类的未来 开辟新的可能性 在铁幕的裂缝中 我们看到了波兰工人们通过团结和坚持 撬动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坚硬的铁幕 也抵挡不住人民追求自由的渴望 总结起来 这三个故事都强调了 人类在困难和危机面前的团结 坚持和智慧 无论是在国际关系中 还是在太空探索中 甚至是在国内的社会运动中 我们都需要相互沟通、相互合作 才能克服困难、实现共同的目标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